王者.. 滿滿的花生 好像看著要痛 好像看著要痛耶 他要重點了 一大塊空麻 抽大塊 這個一定要配香菇一起吃 還有古早味肉一定要有的菜豆 還有蝦米 真的是阿嬤的味道 好好吃喔 而且它這個糖糖的葉子一打開 其實料都已經鋪滿了 再讓它看一下裡面 這個厲害的鮑魚 那比較不客氣囉 然後裡面還有蛋黃 把蛋黃插出來給大家 然後其中這個是冬菇 冬菇肉QQQ的 然後這邊還有可愛的小香菇 我覺得它那種米飯煮得蠻好的 然後你看一下它這個粽子 做的還蠻精巧細緻的 然後上面它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它有這個縫年果 這個是它就是很人氣招牌的一個地方 然後你看它這邊的料 你可以看得到筍絲 然後你看滿滿的芋頭都在這裡 看起來就非常的特別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 味道很好吃耶 而且它口感非常的清爽 然後你一入口你就可以吃得到 芋頭的芋泥 然後筍絲的水香味 然後我來吃一下它這個蠻粘果 非常的綿密喔 跟我們吃的那個蓮子的口感 又有一點點微妙的不同 它不知道裡面是裝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看看 哇!它裡面是豆沙耶 那我們現在試吃看看 嗯!它的豆沙裡面很好吃耶 是泡菜燒肉 我平常就很喜歡吃韓式的料理 所以這次是泡菜燒肉 怎麼來吃吃看喔 嗯!我覺得它包在肉中一點也不衝突 就是不會還滿柔和的 然後辣也不會太大 還滿平和的 然後泡菜味很夠 然後裡面還很包很大塊的燒肉 蒸氣很吃人 很好錄喔 非常好吃 這個麻油味道很香很濃耶 然後裡面有超多肉塊的都是 還有一大塊的香菇 然後這邊 每個地方每個小小肉都是它的枸杞 喔!真的超級麻油的 好苦喔 先吃一小塊肉塊 肉粽就是一個好肉 喔!這個雞肉不柴很嫩 好吃耶 然後吃肉粽一定要有的糯米 有一點點的枸杞 是軟爛的 真的很好耶 吃肉粽的 吃肉粽的